刘培元的英文教士 一字多译篇 第一集 什么叫一字多译 就是英文 它跟中文 或者日文、阿拉伯文 任何语言、文字都一样 它的一个字 常常有 好多个意思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甚至可以到几十个 那这个现象 并不特殊 可是呢 这个学母语的 它没有问题 因为它从小讲到大 可是当我们在学一种外国语的时候 因为它是外国语 所以我们 学起来很实力 一开始都是背单字 那一开始就习惯上 自然而然的 这个英文字是什么意思啊 那个英文字是什么意思 哦 这个book 是书 你就 九二九只叫book 就等于书 可是book 它可能是要订票啊 你就没有这个订票的观念 那所以英文慢慢学久 你就是 大概就是一个字 一个意思 那可是问题就出来了 它一个字 常常有好几个不同的意思 而且差距很大 那慢慢慢慢 英文程度好一点 有些你就慢慢习惯 有些字可能有两个意思 三个意思 可实际上它可能 你知道这个字 可能你知道两个意思 可是它也常用的 可能有三个四个啊 所以就到最后变成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英文不管学多久 除非你真的到国外去住很久的时间 或者你真的英文花了很多时间 不然的话呢 一看老外讲话 一看到外国文章 挂掉了 为什么 常常就是 单字 好像认识 又好像不认识 或者查字典 明明查这个意思 可是它整篇就念得不顺 接不上 它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原因 就出在 此字非彼字 这个字不是你心中所想象的那些字 那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个频道讲呢 就这种字很多 很多 那大家如果有机会慢慢看就知道 那我们现在从第一集我们来看看 来证明一下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我们就是一集 讲五个单字 那这个单字呢 我们都不是讲它原来最常用的意思 因为这个你唱 一般人可能大部分就知道 而且我这边都是用比较简单的字 因为为什么呢 相对之下 简单的字它最复杂 因为它的意思多 相对的 如果这个字很长 又抽又长 或很少见 它反而好解决 虽然字可能很长 不好记 可是它的意思就单一 那我们来看看 bank 这个字大概说没有问题 银行 我知道啊 这个字有什么好讲的 可是你说bank是提防 提案 甚至是高速公路旁边那个斜坡 如果用在这里 你可能挂一半 因为你观念里面 bank就是银行啊 它会顶多当个动词 存钱 存在银行里面 了不起了 我们先看 最常用的用法是银行 所以我们一字多一就介绍这个 我们先把那个五个字先 让大家先知道 你说blind 是形容词啊 瞎的 眼睛看不到的 可是老外如果跟你说 叫你把墙壁上的百叶窗 或者是 那个 帘幕 窗子上面的窗帘 拉一下 它用blind 你又挂一半 你就想blind是瞎子 瞎子啊 看不见的 又挂一半 但是说date没有问题啊 这个date就是日期嘛 或者说是约会嘛 这两个都常用 像 Indiana Jones法规骑兵 第一集里面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有人可能还有 看过还有印象 就坏人要 要那个 要读 要下读啊 要读死Indiana Jones啊 就用那个 枣子 下读 结果后来没吃到 就被这猴子吃掉 它就用date 有的字幕上面 打英文 就可以去查一下 它就 枣子 当然原始是野枣 椰子树上面的 那后来就习惯上 枣子 那你说date 老外跟你说 你吃一下date吧 你说 我这日期怎么吃啊 约会怎么吃啊 又挂掉了 National China 你说写错字啦 China是大写啊 不是专用名词的大写吗 英文里面有小写的China 也有小写的Japan 有 不是写错字 为什么呢 那你说 那不是写错字 可是大写就中国啊 那你又说 小写没写错字 那是小中国吗 那不是 词气 那小写的Japan是什么 小日本吗 小日本很顺 它不是小日本 七气 词气基本上白的 七气黑的 那一集 我们介绍五个 那第五个呢 Definition 英文还不错的 Definition 就定义啊 意思啊 每个单词的定义 它的意思啊 Definition 没问题啊 可是你说 我家里的电视 电视机 新买的4K 8K的电视机 它的Definition 很好 那老外说 他买的那个 Definition 很好 你就说 这老外怪怪的 你说你电视机的定义 的意思很好 不 电视 你头又昏了 它解析度 Definition 也是解析度 所以我们很快的 看一下 Bank 当然是提房 不 当然是银行 也是提房 提案 Bly当然是瞎的 它也是百叶双 但你不能规定老外说 Bank只能当银行用 你就不能当提房 老外说 我爱用什么 就用什么 那你看看上下文吧 那我们就 哦呦 那这样不搞死了 对 所以被搞死了 对不对 Added 找字 小写的China 瓷器 Definition 也是解析度的意思 好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看 Bank 最常用 但我每一个字都会 强调 最常用法 但是 以后不管做几集 我都不会去介绍 最常用法 因为这大家都知道 这介绍没有用啊 但是 网路上一大堆教英文 就让他们去教 那我就不教这个啊 我教一些网路上 人家没有教的 这样才有意思啊 对不对 那因为像网路上 教英文的 或吃喝碗 太多了 这个要出头太难 我们就教不一样的 才有意思嘛 对不对 那我们不是帅哥美女 帅哥美女 露个脸啊 帅哥美女 可能我们又老头子 又不是啊 连脸都不能露啊 是不是 露了大家就不看了 好 bank 最常用法是银行 没错 反正你看绿色字就是银行 那我们看 这边definition就是定义了 就不是解析度了 sloping raised land especially along the sides of a river sloping就是有点倾斜度 有点倾斜度的 raise是凸起的 所以这个一只多一raise也是提升啊 也是吐起 就很多意思 一小块土地 就是吐起的 有点sloping 有点倾斜的 就像高速公路两边那个土蹄啊 上面不是有些种草吗 种花 那个也是bank 但他尤其是尤其是就不是所有的 但主要尤其是在河的两岸 我们就是岸边嘛 你说岸边嘛 就是我们讲那个也讲堤防啦 高速公路的两边两侧 那个有点坡度的 所以你这边也不要说被这个 我这边文字 文字 我这边意思就是说大概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我们这边要把英文的字典里面的意思 把它参照一下 好 那我们看看呢 我们一个例句 There are many beautiful flowers on the bank so the freeway 那freeway我们台湾就叫高速公路 当然不同的国家 它高速公路有不同的 不同的讲法 高速公路两旁斜坡 种了许多漂亮的树 是吧 就是 那当然高速公路两边就不叫提岸 就两侧 两侧的斜坡 然后呢 By the time we reached opposite the bank the boat was sinking fast 当我们到达对岸的时候 回头一看船已经下沉的 很快对岸 所以它的意思也蛮广的 就是包括岸边啊 河岸边啊 像高速公路旁边的斜坡啦 或者是 河岸边的提防啊 提岸这些等等都是 好 这bank就是河边 但是不是河边平的哦 它通常有点斜坡了哦 还有点凸起了哦 那这只要是这种的 我们都可以用bank 当然我们一般也会叫岸边啊 当然岸边如果是平的就比较不适合啊 所以我们这边就多学了一个 一致多意 除了是银行以外 它也是提岸提防 高速公路旁边的斜坡 那个河两岸的斜坡 好等等的 好那你看blind 它最常用马是瞎的 没错 可是呢 我们这边是名词 意思多于definition 它的意思呢 a cover for a window made of a single piece or strips of cloth paper or plastic that is put up or down by a string string是绳子 就是一个cover 一个遮盖物 遮盖物就是 窗户的遮盖物 就床脸嘛 然后是用什么做 是有一整块的 strip 或者是一个条形的 一整块的 布 纸 或者塑胶 都可以吗 当纸可能少一点 就是用布啦 用塑胶 我们看比较多 因为那个 现在很多都用塑胶 因为塑胶擦一擦就好了嘛 布每次要拿上拿下洗 也讨厌 而且会长那个塵满什么 所以很多用塑胶 而且塑胶上面可以硬啊 什么碧海蓝天啊 什么 就可以拉上或拉下 用一个绳子 那当然我们这边说是百叶窗 当然你也可以说 窗帘也可以 所以我们这边中文就是 写一个大概 那我们就是交叉地看一下它英文的定义 那你不知道就 人家问你说 你可不可以把墙上的那个虾子 卷上去一下 马上就挂在那边 墙上有虾子 虾子就算有 还可以卷上去 那你是要把这个人卷死吗 不是 这是百叶窗 那拉上去 一般是用百叶窗比较多 拉上拉下嘛 因为那个窗点是左右左右拉 比较没有上下拉 那第三个我们看枣子 枣子最常用的就是日期啦 约会啦 那我们看到 definition the sweet fruit various types of palm tree palm tree是椰子树 它主要是指椰子树 但是有时候字会变 越用越广 就大概枣子类都可以用 就是 椰子树它一个甜的 因为棕榈树呢 它有很多种 就是它的 带点甜味的那个果实 那我们就叫枣子 当然你说椰子树啊 是长那个椰子啊 它也没长那个枣子啦 就是枣类 我们就也不要管它 那个椰子树了 通常都是 当然椰子树很多种 就是枣之类的 当然最早是讲 比较讲红枣 那后来也不管啦 反正枣之类的 都可以用 用这种东西 比如说 My wife bought some fresh dates from supermarket yesterday 我太太昨天到超市 买了一些新鲜的日期 你说你的保鲜度使用期限日期 可是你说买了一些 这个日期 买 贴宝 或者去买了一些新鲜的约会 约会 还有分新鲜不新鲜的约会 又死在那边 挂在那边 当场倒地 枣子 好像China 最常用法是中国大写 没有问题 可是它这边写 A clay of a high quality There is a shape And then heat it To make it permanently hard But objects made from this Such as cups and plates Plates是粘土 那一般的土不能烧啦 不能烧磁器 它要带点粘性 就是一些高品质的 就是它杂质比较少的 纯度比较高的一些粘土 那它shape 它就可以定型 然后加热以后呢 让它永远的变硬 Hard 或者是有一些物体 物体呢 有一些东西呢 由这个粘土所造的 譬如说 Cup 茶杯啦 盘子啦 那简单讲 那我们主要是讲瓷器 当你说有些东西 它就不是瓷器 也可以 但主要是讲瓷器 白色的 The store is famous for its China Found China 你说不对啊 什么China一个大雪是对小雪 这家店呢 以它的 中国出产的瓷器为名 这个对啊 有大雪China 又是从中国大陆出产的 中国大陆大雪China 出产小雪的China瓷器 所以一般人没有这个观念的话 China就是中国 这个英文好烂哦 还有一个小雪的China You're from China 这个什么英文太烂了 不烂 是你烂 是你孤陋寡闻 那如果 一字多余不是问题 我们也不必开一个频道来讲这个东西 因为太多人 太多人就是挂在这里 Definition 你看这边definition就是定义 意思 但是这边不是用 How clear an image or sound is 就是一个图片 一个照片 或一个影像 有多清楚 或者一个声音 我们叫声音叫传真度 image就是它的解析度 所以这边我当时写解析度 那我们也可以说 传真度 声音 所以我们这边写一个 近信书不如无书 我们这边就是大概写一个意思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英文也拉出来 两个交换的对照一下 所以我们学英文最好是 它的意思最好是看英文最好 因为中文到底隔一层 那你看 My newly bought LED TV It's a definition of 4K 我新买的液晶点有4K 高解析度 它就是解析度 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了解这个意思 当然你说 是不是英文就这五个字 一字多一 那不是 成百上千 那当然我这边 每一集介绍都是一些常用的 就是最简单的单字 因为为什么英文单字越简单越常用 越复杂的字它越少用 那你说化学字 什么一大堆专有名词 那些物理化学 数学 那些你可能一辈子用不到 最简单就是bank blind这种字 1234 me you she it 或者介绍是in or but 这是最常用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要讲 就是要讲最常用的 越常用的讲在前面 越难用的 越少见的 我们就不要去讲 不然讲不完 那当然也很累 所以我们就是 讲这个英文 要讲一个实用性 不实用的 先丢在一边 所以我们这样 很快的回头来看 我们这边已经不讲说 它最常用的 什么意思 这个都已经刚才讲过 我们就是整理一下 bank 提防 提案 高速公路两边 那些我们叫 互坡吧 土提 都算 blind 百叶窗 或者窗帘都可以 主要是百叶窗 可以上下拉的 date 是枣子 其实也不一定是 棕榈树了 就是枣子 不管红枣 黑枣 枣之类的 小写的china 不是错字 它是瓷器 definition 它是解析度 照片解析度 以及这边没写出来的 还有声音的传真度 声音尽量不失真 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了解到 这五个单字 这五个意思 你知道几个 如果你五个 这五个一字多意都不知道 不足为奇 你五个都知道 那你太厉害了 这个频道你基本上可以 不用看 随便看看就算了 或者不看没关系 太厉害 所以我们第一集 就让大家了解一下 一字多意的意思 那如果大家觉得 这个视频 还有点创意 可以接受的话 就麻烦顺手 订阅 分享 留言 反正也不必花一毛钱 对我们是一种鼓励 谢谢 这一集讲到这里 这一集